明宗 价面这一段叫明宗 宗是宗旨 是修行的纲令 我们对于今天的理论出处明白了 我们信心有了 有了信心之后 你看他为什么不讲解呢 信解行政 他为什么不讲解就讲行呢 就说明了心重要 佛法自始至终啊 着重在心 你要真去干 纵然不解 你肯行你能成功 结的再透彻 你不肯干 还是等于零 他是不能成功 所以在前面总纲灵里面 他不讲解 他讲邪 道理在此地 而在事实上 我们也能够观察到 自不知经 有很多没有听过经 没有读过经 完全不解 老师叫他念一句阿弥陀佛 他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真的他证得 四一心不乱 理一心不乱 往生的时候 站着走的 坐着走的 欲知实至 他也不生病 很多很多 证明啊 心比结重要 结是为什么人说的呢 为那个信心不坚固的人说的 半信半疑 这给你详细讲解 建立信心 真的完全相信了 懂不懂不要紧啊 念到心清静了 自然就懂了 自然就开悟了嘛 何必要费那么多口舌呢 那么由此可知 世尊四十九年讲经说法 为那些人 就是为那些信心不坚固的 慈悲到了极处啊 上知之人 特别聪明智慧的 佛一说他就懂了 不要讲废话 他就明了了 就开悟了 这种人好多 第二个人下狱 他不需要懂 讲那么多 我不懂啊 我不要听啊 我老师念就好了 他也成功了 这年中人好多 最难的当中半吊子 说上不上 说下不下了 所以佛为这些人 讲经说法四十九年了 我们就是当中这一届的 我们就是当中这一届的 不是最上的 也不是最下的 最上最下都不来听经啊 他们功夫正得力 他不来 凡是来听经都是这个当中的 这一届人啊 最难度的 这就说明他为什么不用节 他有民宗 讲修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感谢观看